所以我们反手拉球啊 就是大家就经常容易拉不好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站位有点极端 比如说我站得很近 因为我搓球是这样搓的对吧 所以我一拉的时候 你看基本上这个手 因为攻球的时候 很多人给你的推挡它比较软 我都借力在这打 然后他一到底线的时候 你马上就被顶 马上就被顶住 有的人是什么 拉球离这个身体太近了 然后他拼命的往上挂 有的球友是咱们一拉的时候 又离得太远 撅屁股拉球 反手大家觉不觉得 就是空间感是很重要的 就是节奏空间感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在你腹部前侧出球的 对 在前面 对 你的借力发力动作很多 它不像正手 正手是在你身体外侧 反手是在你里面的 所以反手的节奏和空间感 是特别重要的 反手有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借不上力 合不上力 对 所以你的站位就得精准了 比如说反手攻球 你看我拍子处到 球上 处在球台前 我是留出了一个B的距离 那发两个上选 所以大家看 我这个球 上选球 我就相对来说 这个位置 眼拍又在我 球台的外侧 出球呢 又能在球台的里侧 我觉得就是非常标准的 如果说你离台太远 你出球的时候在这儿 还是在球台外 你会发现 因为业余比赛中 我们拉完一板 对方不可能爆推 爆打你 他可能是吸和碰 对吧 对 他的第二板球 他软 很多人下拳拉起来 第二板就掉位了 掉位了 球就软 他短 他不会再到底线去 他第一板可能劈朝 你拉起来 他第二板球相对比较短了 像这种比较短 和比较软的球的时候 你再去站在原位置 拉第二板 或者打 你就会感觉到掉位 所以海哥你发一个一下一上 所以我的一下一上 或者专运动员的一下一上 你可以关注一下 包括男子 他都是怎么来的 他是这样 我们的身体都是跟着迎起来的 包括我的正手位也是 因为他第二板的防守 他已贴 他不是反拉你的话 他这个球不会太顶的 所以人是要往前跟中心的 我觉得在反手位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个节奏和一个位置的调整 就是属于一个借力发力动作 比较多一点 尤其上拳球里面 那么我们的反手下拳呢 很多球友是看到很顶的球 下意识是往后走 比如说我第一板 搓完之后 第二板这板球 它很顶 发一个特别顶的 我们不太敢这么拉 我们是怎么拉呢 往后躲 往后躲一下 对 一是脚有点往后撤 第二是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人往后仰 对 人往后仰 还有一种就是 一边拉 它会怎么样 一边往后走 而且对于我们正常来说 大家理解就是 球越顶的球 我应该越往后退 可能这个球 我就能做到一定的环节 对吧 因为球顶嘛 我一往后退 球就不顶了 但实际上 你越往后退 它跟你的手 越没有合力 它对你自己 发力的上台要求 就会越大 所以在我揭发球里面 我是不可能往后退的 我一定是站在前面 顶住摩擦 就是碰到我拍子 它把我顶住了 然后我在接触到球 这一下我不是虚的 我是在接触到球这一下 通过增加摩擦 通过它的前冲力 和我的摩擦力 使这个球拉出一板小高调 就它劈的特别狠的时候 我们正守卫也是这个问题 大家千万不要往后退 感觉这个球已经顶的不行了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而是要顶在前面 去主做摩擦动作 它就好上台了 这是我们意识上 大家觉得 顶我就应该退 越顶越应该顶在前面 去用你的摩擦 再加上它的前冲力 形成一种合力 把球带起弧线而上台 千万不要躲 不要躲 不要跑 不要咬 这都是一种错误的方法 是错误的 对 所以上弦拉球呢 我基本上跟球台呢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我也是跟我的上弦球的位置 保持的是一致的 大家看 基本上跟我的上弦球位置 也是保持一致的 跟球台呢 大概也是留出了一个臂的距离 如果说是球短了 比如说我揭发球 它突然发一个扳出台 我是什么呢 我是上右脚 好 如果说球是正好的 正好的位置 我就直接拉了 如果说球是特别顶的 我应该怎么办 缩小动作 转体幅度要小了 为什么 你一转 海格发一下顶的 你一转 你看 直接就被顶住 顶死了 对 有机会的时候 把身体动作带上 没有机会的时候 就是由下向上的力要多一点 它越顶你 你看 它一顶我 我通过什么 腰斧的力 我就把它怎么样 带起来了 如果你再一转 基本上转到这的时候 球顶住你 球刚松一点 球已经出去了 就没有什么力了 它就没有一个合力了 不是说所有的球 我都要把动作做得 非常的完整 这个是不对的